这里有十万 你们六个一起上 谁能打赢我就拿走这十万 等等 是不是我们六个互打也有十万 不是啊笨蛋 你们六个一起打我 谁打赢我就拿走这十万 那我要是不同意呢 那我就杀了你 这是我见过最有心机的一个女人 她为了得到黑帮家族同年份的五亿财产 不惜伪装成乖乖女一步步策划 将家族中的成员一一灭口 故事发生在两天前 身为同年顺的老大安哥 一意孤行买了块钞票电板 准备大捞一笔 谁知道电板刚到手就引来了警方的追捕 安哥和手下分开行动 一部分人和警察缠斗 一部分人转移 巧的是所有人都逃走了 唯独安哥被打倒在地 家族养子降服看着安哥被人围攻却一声不吭 任由安哥连同电板一起被带走 没多久安哥就被执行枪决一命呜呼 最悲惨的是安哥人死了钱还没有花 剩下的钱怎么分是个大问题 幸好安哥早就立了遗嘱 一切问题要等弟弟阿福回来才能解决 公司元老紧逼着乖乖女大妹 想在遗嘱宣读前就把钱拿下来 就在这时白毛提出一个问题 这么大的公司谁来做老大 提出问题的同时 白毛早就想好了下一步 提出以投票的方式选老大 他直接推选降服做老大 大牛也被迫投出一票 大妹眼看事情无法扭转也只能答应 象征着龙头的信物欲配 也被降服直接抢走 而比起这些 脸上有块胎记从小不收人待见的大牛 更喜欢和朋友一起做自己的事情 件事情解决之后大牛戴上头盔 骑上摩托准备出门 大妹肩壮连忙上前搭话 主动分享自己的练舞蹈日常 等着的大牛没放在心上 点头硬合之后起车离开 大牛来到雅妹住处之后 小心翼翼的走进去 突然一阵破空直升传来 是雅妹出招了 大牛身手自然也不差 两人你来我往斗了半天 最后大牛一脚把雅妹踹出去结束战局 两人热身之后 就在大街上兜风顺便找一活人练练手 小黑巷子里一群混混拦住两个女生找茬 雅妹点头就选他们了 最后开门走进去挑衅 这样惹得对方暴跳如雷 二话不说就冲了上来 雅妹抬脚踢飞一个 最后一手轴打的对方站不起来 混混见状连忙叫同门快跑 剑走还边放狠话让雅妹别跑 等着他带人来寻仇 雅妹肆毫不在意这些 听说两个女生15分钟后再报警 就坐在原地等人来PK 谁知道那帮混混不讲武德 几十号人手拿钢挂钢刀来揍人 这是要人命的节奏 雅妹甚至不能把背后留给敌人 于是引诱这伙人到公路边卡车旁 有卡车做缓冲 雅妹只需要同时面对三两个小喽喽 没多久一帮混混全部倒地不起 大牛也招呼雅妹快跑 因为警察很快就来了 雅妹临走前不忘报答女混混一顿 第二天国外的阿福终于回来了 众人兴高采烈等着遗嘱宣读 想看自己能从中占多大的便宜 谁知道安哥竟然把遗嘱平分给了大妹和阿福 色奥没有考虑其他人 顿时在场的人都变了脸色 白猫更是摔凳子走人 江府也步步紧逼让大妹赶快交出钱来 这下事情就不好办了 大妹会乖乖交钱吗 打架想吃人于死地 最要紧是擒练功 直拳打喉咙 打上几千几万次 你自然会拳拳打中 插也插得多 无论对方的头怎么躲避 你都会插中 雅妹 明白了吗 自从童连顺老大的遗嘱被公布后 一场争夺遗产的明争暗斗即将开始 正在海上游玩的江府接到电话 得知现前公布遗嘱的黄律师死了 死于跳楼自杀没有留下任何信息 这摆明了就是有人在打钱的主意 所以杀了相关人员 江府告诉手下动作一定要快 否则那笔钱很可能被人截胡 当天晚上大妹和阿福约了人见面 临走前阿福看见大妹的衣服没有整理好 大妹让阿福先下去开车 自己则回房间换衣服 一向利落的大妹这次有些犹犹豫豫 先生在房间里站了一会儿 然后才拉开衣柜换衣服 本该出门的她又走进了洗手间 突然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大妹冲到楼下激动了大喊弟弟的名字 留下痛苦伤心的眼泪 阿福的死让整个面门事件拉开了序幕 原本处于一体的降服和白帽也相互试探 想看看究竟是谁下了死手 而大妹则是隔天就请来了律师和红狮子会 立了新的遗嘱要在死后把钱全部捐了 这表决心的举动让所有人放心 那么究竟是谁杀了阿福 冲害几个元老开始单独遇害 拳击管理刚被砍死一个 白帽就在回家的路上被埋伏 然而姜还是老的辣 白帽早就穿好了防护服 偷袭的一刀没有刺穿她的肚皮 而偷袭者也被拉下面罩竟然是大牛 白帽跑到门前一声令下 一群小弟跑出来乱砍 将把大牛置于死地 危机光头雅妹冲了出来 一身五一的雅妹独自面对一群人也丝毫不落下风 反而干净利落的解决掉在场的每一个人 大牛和白帽等人的对决反而危险重重 她竟然受了不小的伤 尽管最后把人都解决掉 还是靠着雅妹才回了家 面对满身刀伤的大牛 雅妹彻底慌了手脚 简单的处理伤口之后只能发信息叫人来 大牛的母亲这才知道大牛干了什么 性格懦弱的她反复劝阻大牛 让她不要插手这件事 如果让公司的人知道了不会有好下场的 雅妹也被吓得一直哭 抓着大牛不放 大牛却对母亲大发雷霆 就因为她是个没用的女人生出的怪胎 脸上长了一大块胎肌 不小的她受尽委屈只能和人打架 知道如今大牛不想再忍了 只想干出一番大事业 于是头也不回的走出房间 面对雅妹的挽留最后也只说了一句谢谢 因为大牛觉得大妹说的没错 她们一个是死不了的臭丫头 一个是生下来没用的怪胎 亲生的孩子得不到家族的钱 凭什么捡回来的野孩子反而有权有势 如果两人能够合作 一个掌管钱财一个掌管人手 岂不是非常完美 大妹劝大牛好好想想 事实上早就猜脱了大牛的心思 她知道大牛肯定会答应的 而现在还只剩下一个人没有处理 那就是捡回来的养子降妇 这个对大妹步步紧逼的男人 很快就会有下一步动作 这个女人有多狠 为了帮派童年顺的遗产 不惜一步步将家族里的成员全部消灭 甚至包括曾为她卖命的大牛 就在不久前大牛在家安心养伤 有没有这帮大妹下一次的暗杀 突然大妹拿出一盒玩具 校正问大牛还记不记得小时候一起玩的日子 大牛疑惑到没有玩过 当开始两人还在正常的打羽毛球 随着羽毛球一次次上屋顶 大牛放下了戒备两三下跳上屋顶取球 就在这时大妹从身后跳起来撑在墙上 从背后给了大牛致命一击 也许大牛到死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死 因为大妹每次和她说出去跳舞的时候 都是私底下跑去练拳 这个看似柔弱的女人其实一点也不柔弱 甚至能徒手同时对抗六个高手 大妹找来六个帮派的高手 告诉他们只要能打赢自己就给他们十万块 几个大老爷们以为自己听错了 还反复询问 下一个他们就为自己的无知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大妹这次彻底放心了 如今的自己是谁也不怕了 大牛的死让事情渐渐明了 降伏找到大妹谈话 问她究竟想干什么 为什么把一直以来帮她的大牛也杀死了 大妹却想和降伏决斗赌命 降伏明白自己这次逃不了了 也明白这个女人的可怕 但是也愿意赌这一局 然而大妹的武艺已经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降伏和她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 没几个回合就领了盒饭 回身上下没一块好肉 大妹利落地解下玉佩握在自己的手里 这就是帮妹相征着权力的玉佩 大妹突然想起安哥死前对她的叮嘱 让她千万不要叫阿富回来 把武艺给了公司之后 又和弟弟一起拿着另一笔钱好好过日子 大妹眼中并发出仇恨和野心 在这个复杂家庭长大的孩子 谁不想坐到最高的位置 怎么安稳生活简直就是笑话 大牛的母亲正在佛前跪拜 从她颤抖的时候可以看出她并不平静 大妹开门进来 大牛的母亲大从质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大妹却说只要对自己有一点危险 那个人就不能活在世界上 或者凡手把剪刀插进大牛母亲的肚子里 而漂亮的小妈正准备拿钱跑路 当回头就被大妹一刀解决 甚至瘫痪多年的老太太拿着一大包钱开车逃跑 大妹一个飞跃趴在车顶 老太太车机不凡把人摔下去 一个转弯后装上山壁晕了过去 等她再次醒来竟然被绑在座位上 大妹倒好汽油拿上钱走人 留下老太太消失在火光中 这让心狠手辣的女人果然成了公司老大 娘妹单听匹马的闯进院子 她要给大牛报仇血恨 从来保镖就报告给了大妹 大妹不明白还有谁会派人来杀她 更何况一个黄毛丫头怎么可能杀死她 为了享受乐趣 大妹让保镖把人放进来 两人一交手 雅妹就被打到爬不起来 大妹得意洋洋的还想让雅妹开口说话 等到雅妹口吐掀血爬不起来时 大妹这才发现雅妹竟然是哑巴 就在这时咔哒一声一个铁片掉落 雅妹撩开衣服露出里面的炸弹拉下绳索 大妹吓得连连后退 雅妹却扑上去死死抓住她不松手 最后几人在火光中全部领了河帆 而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希望港评的朋友希望点赞关注一下 这对阿豪的大力支持 好了本片已经讲完 我们下期再见